这次主题是三国 你穿越到三国里的话 最想成为谁 成为诸葛亮的扇子 诸葛亮的普扇 他一直在 但是他又不能说话 一个尊贵的普扇 我想成为那把杖八舌猫 是我有史以来觉得 最帅的一把冰箱 展示一下你现在微信投的项目 这个吗 因为他乐观 微信里面最常给你发 哈哈哈哈的是谁 我们 微信置顶的是谁 东西店 圈内哪位好友称得上损友的 可能 张艺 画一下你自己内心的圈中好友 让粉丝们猜一猜你画的是谁 这是啥 徐云男女 我的绘画能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初向态的这个级别 很浪画很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哈啰 大家好 又来到新一期的探讨探讨来探案 我们这次主题是三国 所谓乱世出英雄 英雄之间也会斗智斗勇 那这一期呢 就让我们一起去挖掘一下 门探团们的社交圈 还有他们背后秘密的故事吧 没错 我们其实在网上也能看到 这些门探团成员 他们的社交关系的传言 今天我们就把问题直接抛给他们 让他们直接回答 是的 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哥哥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走 哈啰 悠文老师 欢迎又来到我们衍生节目 那我们第一个环节呢 就是蒙探情报站 三国里面就有一千多个人物 他的人物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们今天提问呢 也是跟人际关系有相关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方便展示一下 你的微信头像是怎么样的吗 我没有带手机 因为我这个衣服穿不了手机 可以的话 后期可以发给我们的导演组 第二个就是微信拍一拍的那个设置 你设置成了什么 直接一个感到好跟帽好尬吧 好 那微信里面最常给你发哈哈哈哈的是谁 是我们张哥三更元 微信置顶的是谁 是一个群聊 TNT炸了炸了 在我们参加我们这个衍生之前 最后一条那个微信是发给谁的呀 发给迪哥的 因为迪哥今天早上起来 换上张飞的那个服装跟 他的那些妆容嘛 然后我自拍了一张 我说迪哥好帅呀 那你收到过就是圈内好友 印象最深的礼物是什么呀 就是 泡脚盆 泡脚盆 这是谁送的 还是张哥 哈哈哈你觉得圈内哪位好友是 可以在你心里是称得上损友的 是张哥吗 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丁哥算吧 我们吃到一些比较好吃的 一些美食可能会发给我们 其实是比较延长的 如果给你一天时间 你是完全空下来的 跟你朋友一起度过 你希望可以跟你朋友一起干些什么的 希望我们可以就是 好好休息一点 然后多睡觉吧 在三国里面觉得你自己最像哪个人物 我其实挺像张飞的 这样子吗 因为我觉得很帅 那假设说有一天你穿越了 穿越到这个三国里面 你最想成为谁 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件都可以 我想成为那把杖八蛇猫 为什么 我觉得那把兵器说实话 是我有史以来觉得最帅的一把兵器 那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三国人物 有一个非常果断的决策能力 也是相当重要的 不然的话可能就活不过第二天了 对 那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A B C D E 然后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 心理想的顺序去完成 应该先做什么 然后再做什么 最后做什么 就给我们排个序 然后就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 比如说A 宋丹丹在你家小区迷路了 B 杨迪在厕所大喊梅直拉 然后C 梧桐不停地给你打电话 D 杀意的小儿子哭了 E 花花在做饭 让你帮他拨算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的话 你会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我可能选先选E吧 先拨算 然后呢 然后 杀一个的小儿子哭了 然后 然后我去哄儿子吗 对我去哄 突然 乌铁丹丹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 然后再接电话 丹丹姐在小区迷路了 我准备去接她的时候 杨迪的岁还没止了 然后你最后一个才想到杨迪老师 因为相当于它是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结束吧 在三国里面不是有个特别有名的三十六季吗 对 有什么走围上级 吊虎离山级 还有就是美人级 各种级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平时生活当中 有没有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用到某个计谋呢 可能会用到就比如客户 走围上级这种 那在什么情况下 比如在下象棋的时候 还没下完下了半途的时候 就可能要拍东西了 所以你就先走 先溜 对 这样子 哈喽 志倩诚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就是我们这一期主题是三国 因为人际关系复杂嘛在三国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 蒙探情报站呢 就是跟一些人际关系相关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可以展示一下你现在微信头像吗 可以 我这个防偷窥膜 这个吗 为什么会用这个头像呢 因为它乐观 就感觉很快乐 对 你看它是笑的嘛 少年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感觉 是哪个剧啊 一念永恒 还没有上 好的 期待 在这么复杂人际关系中 你觉得哪个艺人会秒回你的微信 肯定是孙子 那你现在发一条 她现在应该是休息的吧 看她多久会回复你 老师您发出之后跟我们说 我们马上开始计时 还有计时啊 对 看她多久回复你 搞得我很紧张 她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声音是好运来 挺喜庆的 回个消息 孙台 完了 估计她在忙 好 那我们就等候她的回复 来了 这么快 看到没 回来咋了 路面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对 对 那收到过就圈内好友 最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什么 最印象深刻的礼物 遇到他们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 哇 非常的 棒啊 太会做人了 好的 那就是在圈内你觉得非常欣赏 但现在还没有机会合作的演员有谁 太多了 你看今天其实在座的很多演员 我都是没有合作过的 像丹丹老师啊 然后一山啊 包括沙亿哥 然后贝比姨姐 哇 就是在座的所有 都非常欣赏 对我一个一个说过来 太会做人了 哈哈哈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就圈内哪个好友 能被你称得上损友的 损友啊 嗯 比方说安燕西啊 然后赵路斯啊什么 都算是损友吧 就大家都都挺损友的 反正嘴下都挺不流行的 好 据说每个人的微信里面 都有一个叫做 成立的一个人 你要不搜一下 这个 这是怎么搜啊 你在通讯录里面搜一下 有没有 反正我们几个搜了都有 都有一个共同好友叫这个 不是共同好友 就有人就会起这个名字 就会起 这是这个这个 这个英文很厉害吗 有吗 是这个吗 对你看 呦还真有一个 是不是很神奇 真有一个 这么神奇吗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不知道 就是一种互联网行为 我也叫smail 是吧 好多人叫smail 有什么桑善是吧 对 这种都很多 各种 这个 而且你一开始也不相信 我完全不相信 我离过吧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暂时还没有见过面 但关系很好的网友 网友啊 嗯 我不网恋的 就网友 网友 网友 我没有网友 基本上都是见过面 要么合作过或怎么样 对 如果给你一天空闲的时间 是完全休息的 跟你朋友一起度过 你希望你们可以去做什么 看看大山 然后 吹吹牛 喝点茶 然后 可能聊一聊最近的一个状况 然后对戏的一些什么感悟啊 或者说就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 然后呢可能哪场戏演的贼过瘾怎么着 然后会互相的彰显一下 哈哈 表现一下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这期的IP是三国 三国里面有很多的角色 你觉得你跟谁是比较像的 那么多人物里面 哎呀 跟谁比较像啊 你说我聪明吧 也没那么聪明 你说我那么勇猛 好像也没那么勇猛 还挺瘦弱的 像谁啊我 你有点谦虚了 我就是观评吧 今天我扮演的是观评吧 中甘义胆 武圣关羽身边的十印大将 观评 好 三国里面有个特别有名的三十六计 比如说什么雕虎离山计啊 走一上计啊 为了完成某件事情 你有用过什么计吗 那也许可能苦肉计会多一点吧 比如呢 我想上课的时候你就会 那不好带坏孩子 这不能说 其实三十六计在我们生活中挺多的 什么金蝉脱鞘 然后什么唯唯救赵 舍己为人 舍己为人不是 舍己为人 舍己为人是一个优良的传统美德 好吗 满天过海 有什么事情就是满天过海 什么小时候偷偷 包括有些好的事情嘛 比方说我小的时候去外面去演出 然后有发一些劳务费 然后给家里人买些东西 然后也是没有告诉他们 然后回来就给一个惊喜 那假设你穿越到三国里的话 你最想成为谁 物件也可以 人也可以都行 我最想成为那个普善吧 就是诸葛亮的普善 为什么呢 就是他一直在 但是他又不能说话 就是有种躺着也能赢的感觉 对感觉有种躺 而且是一个尊贵的普善 你可以画一下你自己内心的圈中好友 你可以画一下你自己内心的圈中好友 然后让粉丝们猜一猜你画的是谁 这个很简单 这是啥 牛角吗 你看看 牛角 他是有声音的声音的蜜蜜 但这是个人吗 对啊他是你的朋友吗 就是一种隐喻 移物带人 哦 这个我们这个 中国的一个团统文化 就是有意境感 就是这样 对啊 对啊 就是很高兴年的感觉 我居然心里有猜到是谁了 你猜到了 我可以说吗 不能说 画一下 就这样画吧 没所谓的 他也不会听起来吧 对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通缉他的 不 寻找他的好朋友 寻找他的好朋友 在那个三国实际的画像 就是让粉丝猜一猜是谁 觉得可以猜得到吗 绝对猜得到 我猜一下什么 牛俊峰吗 你猜一下 对对对 天哪 我们这样猜对了 对 因为牛俊峰就是单眼皮单肺炎嘛 实在没有想到蒙他们私下生活原来这么刺激这么新奇 是的 而且我们这次还有很多微波的正片片段福利送给大家哦 各位我们这是一个折战群儒的辩论的一个游戏哈 我们这次的规则是 双方根据题目各自商议选择答案 各有30秒的时间阐述观点和立场 最终由11位江东年轻人投票决定胜负 明白 大多数人 对于恋爱中男女双方的经济支出应该是什么态度 哎 大多数情况应该是男生承担 二大多数情况应该是a 制的 三 一人一次有来有往 四 赚的多的人应该负的多 我觉得大多数男生承担 但是如果全男生承担的话 我不快说 就是客观说 对吧 哎呀 让a 制的话有点分的太轻 我不是那种姓婆对吧 太矫情了那样的男人 咱们就选个a先把a站一张 9 好吧 好 哎 哎 我们选4 我选C 哪一个还是 什么 为什么 C就是一人无次 有来有往的 谁有的谁就 谁就赚的多数 我们选4 谁赚的多数 我也觉得 能得多劳吧 对 能得多劳 上去说主高 你来了 谢谢你 我太算计了 我 我 B 咱们谁 谁来 你选的你来吧 我选的我来 是什么来着 谁赚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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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出战 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谁赚的多谁来 我们挑的是这个 当然应该 如果你真的爱他 只要你们是恋爱的关系 当然是谁多谁来 如果一个人很穷混 但是你很爱他 然后你还要跟他AA制 或者你要让他负担 如果你是女孩子 我觉得 有来有往一人一次 都是胡扯 你如果是真心的爱 如果你的钱比他多 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都会愿意拿出来 为他付钱 这个是 不管是90后50后30后00后 有史以来都应该是这样的 只要你们是恋爱关系 真心相爱 完了 好 结束 第三 预备 请 哎 我选的是A 是大多数情况要由男生来承担 我在教给你们如何做一个好男人 听我的 我们要把这个观点 通过蒙探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散播出费 还上价值呢 哎呀道德绑架啊 以后你们找到所有的男生 全都会替你们出钱 全都会经济负担 全都是比你们还要多 知道吧 以后所有的女生都会有很好的生 二 一 为你们好 不是 不是 首先我得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一点 就是大多数由男生承担这个逻辑不存在 如果男生没钱怎么办 好 B C D都有算计的成分 赚得多也是你算出来的 只有A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 而且他用了大多数就表示 也有少数的情况 B C D都有算的成分 已经结束了不要在家了 我们都不再说话 要不然过不去啊 好 请投票 支持孙权还是刘备 准备 3 2 1 投票 孩子们 孩子们 哎 你干嘛呢 你看着我 你干嘛呢 哈哈哈 你干嘛 你干嘛呢 哈哈哈 你 那还有这样的呢 没事儿已经欺杀了 获胜的是刘备 一会儿中国我们中国的那三位女士的饭 有你们几个来请吗 哈喽 孙杏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就是衍生节目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现在的微信头像吗 要看我微信的头像吗 嗯 我经常在网上发我的截图 一个外星人 这是一个外星人 你知道那个微信拍一拍吗 嗯 你的设置是什么 我的设置是 对方拍了 拍孙姨的小脸说真好看 微信置顶的人是谁 微信置顶的人都这样 哦 但我不止一个置顶 我有很多置顶 比如说家里的什么物业群啊 然后我女儿 物业群也置顶 对 然后什么我女儿的幼儿园群啊 什么的老师啊 我都会置顶 嗯 那就是在你录这个衍生之前 最后一条微信是发给谁的呀 我经纪人吧 嗯 有没有圈内就是很欣赏 但是现在还没有机会合作的演员 那太多了 今天在座有吗 在座 其实除了大成之外 我好像都没有合作过 嗯 我觉得有机会都可以一起尝试 那圈内有没有哪些好友 你觉得是损友 我觉得损友的话 其实像我们之前 比如说合作下来了 然后大家的感情都挺好的 嗯 然后要是说完全的损友的话 有没有吧 有没有暂时还没有见过 但关系就是比较好的网友 没有啊 我一般都是比如说可能认识了 然后可能认识一段时间才会加微信啊 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如果有一天空闲的时间 你跟你朋友一起度过的话 你希望你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呢 跟我的朋友嘛 现在疫情嘛 然后不是大家都会防护啊 可能不太出门啊这样子 希望可以有一天假期 然后在疫情好转的情况下 可以出去溜溜 然后吃吃喝喝这样子 嗯 就是你觉得你跟三国里面哪一个人最像 撇开今天这个造型 最像的话 其实我还挺喜欢孙上香他这个人物的 嗯 我觉得他很洒 然后很英勇 嗯 如果穿越回去的话 你想成为三国里面的什么人呢 或者什么物件 我想成为诸葛亮的扇子 啊 然后我觉得可以听到很多秘密 跟郑月辰的回答一模一样 真的假的 真的 他抄袭我 一模一样 他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觉得这把扇子很尊贵 他怎么不想变成诸葛亮的袜子 可以听到更多 还有一个就是 作为一个出色三国人物 你要处理非常非常多事情嘛 嗯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 可能在三国里面就活不过第二集了 嗯 然后以下就有五件事件 然后同时发生了 你要给他们排个序 一的话我会选择 无童不停的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找我的话 肯定是工作上的一些急事 所以我肯定还是会先处理一下这个 然后二是 对 马帝也不停的给我打电话 嗯 现在大家都很多都是发消息啊 这种发微信之类的 对 如果打电话肯定是有很急的事情 才会打电话 第三件事是 我已经把孩子气哭了吧 对我来说还挺那个 挺急的 对对对 我得回去看看 然后第四个是 同时发生 周一诚和我一起打牌吧 我就给他先给他一个回复吧 嗯 对我就告诉他 如果什么时候可以打牌或者这样子 嗯 第五个仗衣的乌龟走丢了 叫你让他找 他好闲啊 但乌龟走丢了 我觉得按乌龟的那个速度 他应该走不了太远 让他自己去找一找就好了 找一找 三国寻人体事 就假设你跟一个圈内好友 穿越到了三国 就是他走丢了 但三国又没有照相术 你就只能把它画出来 然后贴在城墙上 大家帮你找 如果让你画的话 你会怎么画 就画一个朋友是吗 嗯 画个谁呀 这是个 你没有看出来吗 我的画术其实一般啊 这是个 这好像一个水壶一样啊 这是头发吗 旁边两女 对 我画得像吗 嗯 我大概猜到了 有那么一点点 好了 我画完了 可以吗 你觉得 可以 我应该能猜到 给大家展示一下 能看出来是谁吗 这个是今天那个 正夜城的 对 他登场的时候 登场的造型 我就是骑了一个马 然后拿了一个这样长的 好 好 中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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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这个是他的那个头带 然后这个是他前面的那两条头发 那两旅东西 对 然后他每天都是笑咪咪的 挺乐呵的 然后这个表情就是这样子 嗯 好嘞 那谢谢老师参加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叫门探情报站 就是征集了很多粉丝想要问你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圈内有没有就特别欣赏 但是一直没有和他做过的艺人 嗯 好像 有点凡尔赛的 背着做过 差不多 基本 那如果就是在圈内的好友当中 配得上称之为损友的人是谁 损友 有那么几个时间比较长 张艺 嗯 因为我们俩合作次数最多 基本上只有15次 那为什么趁他叫孙牛 为什么 因为大家彼此都非常的远接 然后呢 又经历了很多事情 甚至是我们在这个其他节目当中也说过 一些拍戏的一些很多小故事 就是我们在找自己合作戏的过程当中 结果被粉丝扒出来 那个戏一下子把我们俩认识的时间 往前推了好多年 结果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我说陈 那会儿我还在西藏 我给你说件事 别意外 说什么 我发了一张截图 这是我吗 对 这是你和我 然后我笑疯了 而且当时我还在高原上 我笑得都快缺氧 我说你别逗我 别逗我了 你让我活着吧 对 如果有一天就是你比较空闲的时候 最希望去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整天都是空闲 对你最希望怎么度过那一天跟朋友 睡觉 就是什么也不干 那如果是跟朋友就特别好的朋友在一起的话 就怎么度过呢 就如果那天比较空的话 打球呗 如果是能够休息的话 就打打球 打打球睡睡觉放松一下 冬天滑雪夏天打球 挺健康挺好 我也是喜欢运动喜欢睡觉 对我们第二环节是蒙炭碰碰头 因为我们这些主题是三国嘛 那么李晨老师觉得包括今天扮演的角色在内啊 你觉得你跟三国哪个角色是最像的 我还真不知道 但我演过曹西 我看过 可以说我理想型的人物就我比较喜欢赵云 就是离枪白马对吧 然后就就这么狭肝义胆 所以我会觉得就可能感觉会 就赵云是在三国里面是个很帅的一个形象 对对对他表很正面 对对那如果让你穿越回三国的话 你想成为三国的什么人或什么物件或什么动物 就可以了 有法成为那一壶灼井 永远被人唱着什么 永远被人 对 第二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出色的三国人物 要处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就要给他们合理的排序 那么现在呢就是出现了五件事件同时发生 然后李晨老师会怎么排序呢 那么第一件就baby暴雨天出门忘带伞了 第二件是杨迪在厕所大喊没纸了 第三件事无同不停的给你打电话 第四件是杀医的小儿子哭了 第五件事刘耀文上学快迟到了 他要你送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先第一件事是先 先给杨迪送纸吧 你是唯一一位把杨迪排在了最重要的一个家庭队 他们都没有我跟杨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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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什么因为我其实我不是说人物关系 你懂吗 因为我是觉得从这个事情的着急的程度来看 我觉得我第一件事是应该先去给杨迪送纸 对吧 避免他用别的东西 那就有点尴尬了是吧 然后呢再去给baby送伞 都是比较着急的事情 然后送完伞之后呢 我觉得再去给这个上学迟到的药文送到学校 然后回来呢再看一下杀医的小儿子 最后接一下乌童的电话 就装托疯狂的挂他电话 也不会挂 肯定不会挂 就是肯定看最后我会接到他的电话 我说你放心我现在就来找 因为我相信乌童找我的肯定都是工作 那你就把工作排最后了 因为我每天都是工作 你已经说起习惯了 那我们下一题就是也是跟三国相关 就是比如说你跟你圈内的一个好友 穿越到了三国里面 但是呢这个好走丢了 三国又没有招相术 你只能通过自己的画笔 然后把它张贴出来找到他 然后让粉丝猜一猜你画的是谁 我估计这可能成为十万个位上 你才不会很抽象是吗 非常抽象 因为我的画笔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抽象派的这个级别 怎么猜啊 是一定是我们这期节目里的人吗 不是 你生活当中的好朋友 对圈内的好朋友 我画一个这个 你肯定才会抽象 那你画一下 真的 我给大家一点小提示 嗯 嗯 嗯 这叫烧饼 哎 或者或者我再给你们猜一个别的也行 嗯 猜得出来吗 嗯 可以说是毫无头绪 可以给那个给粉给粉丝们看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猜 这是一个人 这应该平时爱做的事情 不是是三个字三个字 我估计现场可能也有人猜过呀 没错 哦 那这个棋子 这是你小人骑的干嘛 哦 哈哈哈哈 这是三国世界里面有三十六计嘛 我们都知道 那你在生活中 因为某些事情用过三十六计里面的某些计谋嘛 现在给你用上一计 叫走为上策 再见 我来承称赵子录音 光无在此 太帅了 太帅了 在下 艳品张飞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是 九四版三国演义的两位老师 陆淑明老师和张夏老师欢迎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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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拍摄这个三国演义的两位老师 三国演义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戏啊 你要说什么印象深太多了 你比如说骑马 因为我块比较大 一上马那马背 啪就弯下去 呦 马塌了 刘官长跑到我在镜头里头 突然之间掉下去一个 不是别 肯定是我 肯定是我 我前前后后摔过六次 其中有一次一个多月没起床 后来就到延庆一个中医院 六个当兵的把我按住 让我嘴里头含着个筷子 趴下 好来以后 针管这么长 我一点不夸张 那不是给人打的 是给牛和马打的这样 通过消毒 针也这么长 抹了点酒精什么 咔就进去了 哎呀 那印象特别深 拔出来一看 淤血一管 就这还没算完 拔管又拿一个管 又按住 咔又第二针进去 又冲出来一大学 那个淤血 连农带淤血 我一看 当时可以说 我现在年纪大了 不好意思说了 当时真的晕了 知道啊 淡淡应该知道 那年头拍戏 说不好听的 矿泉水 你能提个壶 带点水 就行了 吃东西也是 米饭缸也拿着 风一吹 上面一层沙子 拿筷子把沙子剥掉 吃 没有啥 排队 都是在咱几百人 都一块吃 谁想抢到谁吃 那个年代 真的现在回忆下 真的很伟大 锻炼了我们 是 哎呀 在我无锡拍完 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 最好的一些大哥 拿了电报告到我 我父亲在三个小时里去了 哦 假如我父亲带着我 讲三国 画三国 然后演三国 最后没想到 上天的父亲 一看这个作品 不过我觉得值了 哎 九四版的三国演义 我们后来再想起 关公的形象 肯定都是两位老师 这个形象 之前都没有 就是没有参考的 当时是怎么寻觅这个角色呢 如果要找他的感觉的话 严格说就是 心里的那种感受 小时候看小儿书 小儿书里头画的关公 那种比如说刮骨疗毒 包括华荣道和曹操 那些画面 在导演的启发下 还有专家 我们专家给我们上课 关公这个人物何许人也 关公这个人物最重要的 就要抓他的神韵 他的中意的那种精神 后来我就发现了 要找他的神韵 神韵从哪里来 眼神 再找他的飘逸感 飘逸感从哪里来 从你的胡须 以及所有的 你的整个的感觉 马上那种飘逸 看周虞 用余光去看 我经常说 我素关公 关公素我 那么在关公拍完以后呢 就很少有人来找我拍戏了 一个大姐大哥 也曾经找过我试过戏 试完以后 回去等电话 一等就半年 人都拍完了 后来打电话说实在不好意思 你化好妆还想管你 太根深蒂固了 我心里特别想 就有天有一朝一日 我能给我特别喜欢的女演员 现在在现场单单能拍个戏 我演她一个老公 有机会 握个手 来来来 握握手 两位老师在拍摄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经历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玩的事非常多是吧 翻过演艺因为拍得很 很长时间的 刚开始嘛 在那儿有时十天 一个多星期的戏是吧 大家呢 唯有一点乐趣就是 大大小八小 主要的有关照啊 是吧 周虞啊 周虞啊 对 我哥们不但回答吧 就喜欢 我哥 一向天上有什么感觉 鼻尖冒汗 哈哈哈 他一上地了 这鼻子就出汗了 而且那汗很明显 对 蛤蜊状 对 紧张到一定程度 然后就 就是 挫脱 玩吧 这个戏 我们两个就拍了 十三个月 当时条件还是非常艰苦 因为是咱们国家这个电视剧 刚起步 阶段吧 然后那时候还七天一集 是吧 对 这是我们十二个主演 能达到每天十块钱的补助 一共拍了一年多 一共拍了一年多 挣了六千多块钱 然后还扣了两千多块钱的税 另外 他要求的阵容也不一样 整个的三国演义剧图 全部都是全国各个专业话剧团的演员 还有更专业的这个台词指导教师 在三国演义 我那其中有几句台词 我到现在还记着 我在劝孙权啊 我说众人皆可降草 唯独祖公不能降草 若主公降草 喂不过风头 车不过一胜 马不过一匹 随从不过数十人 很好 真的很好 那可以给我们的现在的年轻人 推荐一下三国吗 好像我觉得年轻人呢 都应该好好看三国 作为我们各行各业呢 这个三国演义 非常值得看 能学到很多东西 团队精神啊 中医啊 这些东西都应该 都应该 我们听闻就是张珊老师 特别喜欢唱 《滚滚长江》 毕竟是三十年了是吧 对他太有感觉了 唱 那我先来两句 好好好 滚滚长江 冬湿水 是否正白银铲 中空 青山旧在 白铁丰雅 不惜难哭 太有感性了 三十年了 唱得真的很好 唱得真的很好 那么本期的探头探脑 来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蒙探家族成员们的灵魂 实在太有趣了 是的 而且在我们的 衍生节目里面 更加展现出来 他们非常真实的一面 那么本期节目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